全世界的美女都想和她谈恋爱 不是因为她长得帅 而是因为只要和她分手 下一秒准能遇见真爱 追她的人从美国排到法国 天天来诊所暗送秋波 就连瞧不起她的女同事 在听说了她的神奇技能后 都忍不住换上性感战袍 把她按在桌上狠狠摩擦 面对这么多诱惑 男人却很苦恼 因为她注定了一辈子 只能当别人最后一个前男友 永远都遇不见能结婚的真爱 而这一切都源于小时候 她受到的一个诅咒 当年查理和朋友们 就要去衣柜亲热 所有人都期待着 能和喜欢的人同时被指导 偏偏和查理一起被指导的 是所有都害怕的小魔女 她每天神神叨叨的 大家都觉得她会巫术 她很喜欢查理 一进衣柜 就迫不及待动手动脚 查理本来就不喜欢她 现在更加害怕 满脑子都想着怎么逃出去 这却惹恼了小魔女 把查理一脚踢出衣柜 还恶毒地诅咒了她 没想到这个诅咒真的应验了 还严重影响了查理的人生 长大后的查理英俊又多金 身边根本不缺美女 但不知怎么的 每段恋爱都谈不长 而且每和一个女朋友分手 不出三个月 就能收到对方的结婚情节 查理真是气得牙痒痒 更气的是 新娘在敬酒时 不感谢妈不感谢爸 居然专门感谢她 旁边的美女听完后 对查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就连她的闺蜜 也忍不住对查理示好 查理在网上火了 传说只要和她睡一觉 就能遇见真爱 无数美女慕名前来 把她的整所为的水泄不通 只为尝试传说中的幸运之神 查理本来觉得这些都是无稽之谈 怎么可能和人睡一觉 就能帮她们找到真爱 但这天她去逛街时 竟然看到才分手半个月的前任 居然是起了婚纱 她得意地向查理炫耀婚戒 感谢不娶之恩 难道自己真有幸运体质 回家后 她又收到一大堆留言 全是求爱信息 每个女人都迫不及待 要和她约会 查理想着 反正单着也是单着 不如是一下好 第二天 她就约了个美女出去吃饭 没想到刚把美女接上 她就迫不及待地扑了过来 查理惊呆了 她觉得自己是在占美女便宜 有点不道德 美女却哭了起来 说自己遇到了无数个渣男 心都被伤透了都没法结婚 查理这样做并不是在伤害她 反而是在帮她 查理想通了 既然女人们都渴望遇见真爱 那干脆成全她们好了 她开始来者不惧地和美女们约会 每天在诊所挑选猎物 而每个和她交往过的女人 果真转头 就能遇见真命天子 查理的名号越来越小 就连查理快40岁的同事大姐 都忍不住潜入查理的家 希望她能够帮帮自己 查理本着兔子 不吃窝边草的原则 说什么也下不去手 可同事却可怜地祈求她 说自己单身几十年了 最大的愿望就是嫁人 说着 还趁查理不住一时 想要霸王硬上宫 结果却生生将桌子压榻 最后 查理抵不住她的哀求 含泪同意了 虽然身边阴阴厌厌不断 可每个人都只和查理共度一夜 然后就消失在她的世界里了 查理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工具人 她也渴望稳定长久的爱情 却注定没有人能给她 渐渐地 查理厌烦了 对美女也提不起兴趣 直到这天在婚礼上 一个看起来有点傻傻的姑娘 引起了她的注意 帅哥出价一千块 除了和这个五百斤的胖妞谈恋爱 胖妞却十分嫌弃 帅哥只能将报酬提到一万 这才换来了共度良宵的机会 不是帅哥有恋酬品 而是他有神奇体质 只要和谁谈恋爱 就能帮谁找到真爱 他不信胖妞也有真爱 没想到两人约完会第二天 他就看到新闻 胖妞居然火速订婚 还和未婚夫甜蜜逛街 帅哥傻眼了 难道自己真是天选之人 但他一点也不想要这份幸运 因为就在这时 他爱上了一个天生搞梅的姑娘 还希望和她永远在一起 女孩叫卡姆 明明长得很漂亮 却总是出丑 和查理第一次见面 就不小心把水泼在了他铺裆 把大家弄得十分尴尬 巴不得再也不要见面 但马上他们就不得不见面了 卡姆是一名企鹅饲养员 在工作时 卡姆和同事打闹起来 同事对着他丢了条鱼 害卡姆不小心失去重心 一路往水池滑去 就在这时 一只企鹅看中了他手上的鱼 开启了狩猎 一下就将卡姆的牙撞裂了 可惜现在是晚上 牙医都下班了 卡姆只能向查理求助 查理贴心地帮他补好了牙 温柔的样子 让卡姆十分动心 但理智告诉他 查理是个花花公子 他驾驭不了 于是他向查理道谢后 就准备离开 没想到不小心打翻工具盘 把检查针全扎到查理身上了 查理本想借机请卡姆吃饭 对他展开追求 卡姆拒绝了 他怕查理只是想玩玩 只是几分钟后 卡姆又不得不向查理求助 他的车坏了 查理检查发动机后 决定手动帮他装好 卡姆却听错了查理的信号 意外发动了车 害查理直接被炸飞 人倒霉成这样 也实在是少见 更倒霉的是 卡姆还把车锁上了 只能再次求查理 带他回家拿车钥匙 查理乖乖照办 谁让他喜欢人家呢 只是哪怕他做了这么多 都没能打动卡姆的心 他听说过卡姆的幸运体质 也知道他是女人眼中的香波 他只想要一个一心一意的 长久爱人 查理不太适合 他不知道 查理其实早就变了 他厌倦了那种 每天帮别人找真爱的日子 也想拥有自己的真爱 不死心的查理 又来到卡姆的公司 希望用真诚打动卡姆 从卡姆同事口中 他知道卡姆 也不是完全没感觉 只是碍于他的风流史 不敢把心交出来 作为男人 查理知道自己应该主动 于是他向旁边的小女孩求助 卡姆还想拒绝 却抵挡不住查理无辜的眼神 只能答应了 晚上 他们一起去河边散步 聊了很多自己的故事 查理知道卡姆 对企鹅十分痴迷 在爱情上 也向往企鹅的一夫一妻之 看着卡姆美丽的神情 查理暗发誓 一定要对这个女孩好 就在这时 卡姆又不小心撞柱子上网 查理的眼里 却没有半点嘲笑 他反而觉得 卡姆呆呆的 十分可爱 他们又约会了几次 感情也越来越好 终于在一个浪漫的夜晚 他们决定进行更深入的交流 这晚卡姆穿了性感的吊带 极尽所能地诱惑着查理 查理虽然见惯了风月 也有点把持不住 查理的兄弟突然打来电话 提醒他 他的幸运体质 还说自己打给了 查理的每任前女友 发现他们真的都结婚了 还过得特别幸福 要是查理今晚和卡姆在一起了 那卡姆肯定会和查理分手 嫁给下一任男友 查理吓呆了 尽管卡姆再诱人 他也不敢上前半步 只能找借口溜了 他发誓 一定要想出让卡姆 不会离开的办法 女人每天早上醒来 男友都会做好满汉全席 送到床上 去公司上个班 男友还会买空花店 摆满他的办公室 惊喜气球 更是常驻嘉宾 还有老头合唱团 来浪漫伴奏 顺带推出一个 包装精美的礼盒 里面 正式打扮成企鹅的男友 来讨欢心 这种每天都像过情人节的生活 女人却并不喜欢 他觉得男友疯了 但男友其实只是害怕跟他分手 才不顾一切的想讨好他 渐渐的 查理的讨好有点变味了 他每天要打800个电话 给卡姆查岗 生怕他跟别的男人搞在一起 为了监视卡姆 查理还特意跑来他公司 在卡姆车上贴满各种装饰 每天都等他下班 嘴上说着是离不开他 其实是怕他下班乱搞 眼见卡姆对自己越来越厌烦 查理决定来个大招 求婚 只要能求婚成功 卡姆肯定一辈子都离不开他了 他却看见卡姆 正在和一个帅哥聊得火热 还暧昧地打闹 查理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机 等卡姆一走就冲了出来 打听帅哥的身份 卡姆却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他觉得现在的查理好陌生 他早被极度冲昏了头脑 再也不是之前的温柔男女 而是一个偏执狂 他受不了这种窒息的生活 一气之下 干脆和查理分了手 查理很绝望 他明明是不想和卡姆分手 才做了这些 没想到却是这样的结局 他觉得这一切 都是因为自己受到了诅咒 只要和谁谈恋爱 谁就会甩掉他 就在这时 一个瓶子突然吸引了查理的注意 当年他就是在玩瓶子游戏时 被小魔女诅咒上的 既然这样 不如去找小魔女解除诅咒好了 他打听了很久 才打听到小魔女的家 现在 他早已当了妈妈 孩子都和当年的他们一样大了 查理询问关于诅咒的事 却被小魔女嘲笑一通 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诅咒 自己也没有魔力 如果查理总是一次次搞砸恋爱 很可能是因为他太在意诅咒了 反而把女朋友们逼得很紧 才让他们受不了分手的 查理不想让卡姆走 既然是自己搞砸的 那就再想办法挽救回来 不巧的是 最近卡姆因为工作调动 要去南极了 等查理知道时 卡姆都已经准备登机了 查理急忙开车去追 偏偏路上的一切 似乎都要阻止他 机场的行李车挡住他的路 查理只能跳过去 柜台前面排了长队 查理只能一路道歉 努力挤到前面 他想买一张和卡姆同样的机票 却被告知有两班去南极的机票 而且只剩头等仓 一张就要五万块 听完价格后 查理人都傻了 为了爱情 只能咬牙付钱 把两班机票都买了 可在安检时 他又卡住了 不是手表和皮带 就是身上的零钱滴滴作响 查理只能一把扔了 这才赶上了飞机 但他环视一圈 发现并没有卡姆 只能火速下机 去赶另一班飞机 幸好卡姆在这里 查理真诚地向他道歉 他说自己一辈子 都是别人的恋爱试经时 一直都在帮别人寻找真爱 但其实他内心也渴望真爱 而他坚信卡姆 就是他的真爱 希望卡姆能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没想到卡姆听完却笑了 原来他去南极只要去一周 下周三就回来了 查理递给卡姆一个戒指盒 卡姆很紧张 以为他又要搞求婚那一套 打开后才发现 里面只是一颗鹅卵石 原来卡姆曾经说过 公企鹅在求偶时 会送母企鹅鹅卵石 代表了坚定的爱 而这正是此刻的查理想对他说的 卡姆终于原谅了查理 他们一起去了南极 和企鹅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查理靠自己追求回了幸福 但他不知道的是 小魔女正从家里拿出一个盒子 里面是一张贴了他照片的乌骨娃娃 所以到底有没有诅咒这回事呢 就看观众们见仁见智了 但就算真有诅咒 查理的成功追爱 又何尝不是说明 真心足以打败任何诅咒